你知道就好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在下眼絕,未請教專聖大明 我就是齊雲露 當然了,我這個無名小卒 李老兄又怎會認識我? 原來閣下就是錦衣獨蓋 適敬適敬,請多多原諒 貴教一直都是兩港行道 在下一直都沒什麼機會來拜後 那倒是,我來到北京只不過才幾個月 在下一直都沒吃衙門飯 所以齊英雄來了北京,小人都不知道 我的兄弟如果有什麼得罪 小人就在這裡請各位英雄輸罪 小人的兄弟做事一直都很糊塗 如果我做得到,小人一定從命 從今天為止 我們只不過拿了二萬多元的富銀 這個數目就太少了 拿夠十萬兩,我們就肯罷手了 是… 既然你不再追究奉人的事 你千萬不要陪你去夫人游接兵 喝一杯酒,好一下心 還有什麼心機喝酒 這些酒還是留給你自己喝 前前輩 兄弟因為身體不太好 正所謂虛不受保 好,我想這杯酒還是留給齊老爺 好 齊英雄 勞煩大家向城王通傳一聲 擅切心,回報府部 崔大人,九門提督 周將軍知道他們一定會向城王請罪的 你既然知道附近在城王府 那你就有命出這間屋 對不起,我可不可以問一句 我們可不可以做城王的貴賓 教主星座 徐皇º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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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º 你怎麼回家教主, 已經來了北京了? 以前是你們才有救運的 這樣吧, 快點走 先生輩, 我想讓我下來見識見識一下 先生輩的難道, 我們留下來看看 在下縮貝 誰, 就是你們要找個笨婆 我... 原來就是他想我程大哥 是呀 看上來, 何教主還比他年輕 你不會讓他黏著吧 原來今天有貴賓臨門, 請坐 請教尊誠 小正月, 這兩位是我的朋友 你們來這裡是不是為了婦人 不是, 婦人的事我們不會再追究了 那要是為了甚麼事呢 你們的教徒當了我們的情幫主 何教主 何教主, 程幫主究竟有甚麼得罪你們的地方 我們可以坐下來談談 原來程幫主是你們的朋友 來請教這位 小正夏 夏公子是怎樣的稱呼 你問來做甚麼 我看夏公子你一貌堂堂 一定是有個佳名的雅雄 單字一個稱 夏清 很優雅的名字 來, 獻茶 何教主, 不用客氣了 你放心 這些只是招待貴賓用的茉莉茶 是沒有毒的 我們不是怕中毒 因為我們有珠珍冰蝉 冰蝉? 行不行讓我開眼界嗎? 不行 教主, 小金蛇想出來休息 小金蛇就在外館閒事 小金蛇想看不清楚教人 出來去見面禮 四師弟, 算了 這位夏公子只不過隨口說一下 把他放出來 兄弟 大哥, 我想要那條蛇 你要來做甚麼? 我爹喜歡金蛇, 我也一樣喜歡 金蛇狼君是你誰? 他是我爹, 怎麼樣? 他還沒死, 留下你這個業種嗎? 他在哪兒? 你憑甚麼?這樣問我 我何鴻藥問得你的 你就要回答我 將我們統統統抓住 三人一或死, 將我們拿去餵五毒 我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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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進去才行 我好想廢 何教主, 我們跟你沒有甚麼過不去 為甚麼你要苦苦相逼 袁公子, 本來我們的事只是跟官府有關係 你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那就算了 為甚麼又將金蛇狼軍牽連入內 但是我想知道金蛇狼軍在甚麼地方 大哥, 別告訴我 賀家主, 你認識金蛇狼軍嗎? 不是, 金蛇狼軍他和閉教有些恩怨 家父就是為他而死的 金蛇狼軍現在幾千里外, 你很難找到他 不要緊, 我們只留下這位小兄弟 小過先父才再說 何教主, 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 一人做事, 一人當 你不能夠這樣做 我們只留下這位小兄弟 我不怕金蛇狼軍不來這裡 以前的事, 我要贏他算帳 你就想了, 我以為給孩子聽 叫他交回他們 不一定 不太容易 姑姑, 你看他能不能支持他爹 神情一模一樣 何教主, 請你讓開這條路, 我們要走了 想走嗎?沒走得這麼快 大公, 小心點 為甚麼還沒回來? 我早就說過, 何鐵手就不是好東西 難道我們袁大哥打不過他? 不過人家人又多, 又有很多有毒的暗氣 你們真是的, 好說不說 其實他們沒理由會留難袁大哥 這次做不死 原來是有冰船 不行, 我要再去城王府 你別冒險 大哥 阿青 你沒事吧? 我沒事 對了, 錢老伯, 你沒有受傷吧? 沒事 我今天才是城王府來 他不是不讓進去 幸好你沒有進去 五毒膠, 真的很厲害 陳大爺 你真是不認識那個黑衣婆 他好像叫做何鴻藥 我真是不認識他的 況且我一向都沒有跟五毒教有甚麼過不去 不過… 請幫主, 你是不是有甚麼難言之隱 是, 我已經過來了一件事 而且還比重勢 這件事我是不能跟你們說的 你不去城王府 就是跟這件事有關 沒有錯 沒有錯 既然前大爺有難言之隱 我們不要強迫他 大哥, 你看誰來了? 宇宙宇 宇宇, 又是你? 宇宇, 為甚麼你會大哭? 我爹, 他死了 宇宇, 你不要太難過 宇宇, 你爹是弄死的 我爹是被敏梓華殺死的 就這樣說 我見到我爹的時候 他在身上 就插了這把劍 武當弟子敏梓華殺死 前大哥, 各位前輩 你一定要替我作主 宇宇, 你不要太傷心 身體要緊 是, 武當派雖然是人強馬重 但是我們不怕他的 沒錯, 我們要聯合起來 跟他鬥一鬥 好, 宇宇, 我們一定會幫你報仇 我善之心 在北京城都有少少勢力 如果有用得著之處 你儘管開聲 我首先, 多謝各位 宇宇, 這件事 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 對了, 敏梓華現在在哪裡? 他已經來了北京 他住在城西, 附家巷 大哥, 我要快點去 要不然, 或者他會走了 他不會走得掉 我們金龍幫的兄弟 已經在他住的附近埋伏了 他一有動靜 他們就會回來告訴我 好, 宇宇, 我們不要太張揚 今晚, 讓我先去那裡打探一下 始終有一天, 我要用這把劍 掛著我 我今天快要娶你救命 我今天快要娶你救命 你快要娶你救命 你快要娶你救命 豈有此理, 幸好我住在隔離房 否則你殺死我師弟, 我也不知道 趙姑娘, 你實在太不講道理了 深夜造訪, 說話你也不能說幾句 就立即要殺人 我真的沒有你這個人這麼卑鄙 趙姑娘, 那你想割我的左耳 你一定覺得我的右耳 你有膽的, 就儘管割吧 休得無禮 你們這樣做算是甚麼意思 問問你自己 我自問並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 我來是拿你的命的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展儀, 讓我來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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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走 袁英雄 我們師兄弟沒有甚麼對你不住 為甚麼你要苦苦逼我們 走, 走, 走 袁英雄 沒有當門下, 洞原道人 走, 走 走, 走 這樣就不會搞錯了 大丈夫, 可殺不可辱 我學藝不精 死有餘辜 你…你還給我手 宋元道長 等我把事情搞清楚之後 這把匕首我一定會還給你 說這麼多幹甚麼 你要殺就殺 你們不要逼人太甚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要 這把匕首是我們武當派師尊賜給我的 我就算犧牲性命 都不能夠把這把匕首交給別人 道長, 我有句話想問問你 那你有甚麼即管說 好, 袁英, 拿給我 fun 吻大哥, 你看 這把匕首不是我的, 你們是從哪裡撿回來的 婉兒, 婉兒, 你們不要動手 讓我把事情搞清楚 他自己已經承認了, 那他有甚麼可說 我上次是趙家已經跟你們說得明白 我們大家和平相處, 兵釋前嫌 但是你們金龍幫竟然這麼不守信用 三番四次派人追殺我們兩師兄弟 沒錯, 不適合你叫爹出來 在我們三口六面再說清楚 如果我敏子華真的有理規的地方 我自己馬上了斷 我爹已經被你們弄了, 你們早上爬上大帽 我爹已經被人殺了我 他何時被人殺死的 我去鎖了一次, 拆山大會之後 我和爹回到南京, 路經徐州 我們就在客棧住 誰知道, 誰知道 誰知道 有一晚 我聽見我爹慘叫一聲 我進去看看他, 誰知道 就這樣就被人殺死了 難道你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的確是不知道的 那你有沒有見到兇手 我雖然沒有見到兇手 但是在我爹身上就插了這把匕首 我想起了 難怪我們在路上 不明不白地被金龍方的人追殺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現在還有甚麼話好說 你不用逼我 我隨時可以用我這條命 來抵償你爹的命 但是你願不願意殺死你爹的真正兇手 你不要再招勇發我 你這麼說, 是甚麼意思 我亦都都希望招幫主尋冤早日得雪 而且, 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文兄, 看你這麼說 招大爺的死跟你無關 我敏子華雖然武功不高 但是亦知道, 信義為先 而且上次我已經在你們手上 知道是被奸人所害 難道我會再為自己添麻煩嗎 難道這把劍會自己插在我爹身上嗎 我這次真的和我水都洗不清 我知道, 講極你們都不相信了 不如我帶你們去見一個人 到時候你們就明白了 我們不可以帶他去 不要緊, 我們一起去吧 我們都與emencers 那時候又回應 因為你們來把脈症 後來… 的數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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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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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